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說一些連登和FREEHKM的報導和消息 信和集團和香港政府就要推薦 如果在9月25日之前 信和集團9月25日之前 都未打完針 又沒有醫生子就會收大信封 即是被人解僱 一件事是真的還是不是真的呢 稍後會跟大家說 而政府方面有公務員團體收到公務員事務局發出的內部通知 如果9月份都未打針的話就自費檢測 一些工會質疑這件事是迫打針 連登上就說 其實政府有人說如果不打針的話 根本上就會解僱你 這些又是否事實呢 稍後都會跟大家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贊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我看到連登上有一個標題 信我員工9月25日前需要打針 沒有醫生子就收大信封 然後就說你喜歡打就打 為什麼要拉全世界下水 原來這個消息就說 有一個FHK 本地消息就是放出來的 我就找一找 什麼叫FHK 原來FHK就叫做 FHK Media 一個不知什麼的組織 有一個報道說 立場比較親中的信和集團 近日通知員工 9月25日之前必須要接種 他就寫武漢的 擺明這個是王樂嗨嗨 必須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如果限期之前沒接種的話 也都未能出示醫生子的話 就會收大信封 會被解僱的 網上討論區連登近日流傳 這個集團就是信和 就不斷地通知各級員工 就說9月25日之前 全個集團要需要達到 100%的疫苗接種率 並且引述集團主席 王志祥的信息就說 如果到時依然有員工 還未接種這個新冠疫苗 也都未有一個醫生的證明 即是沒有履行公民的責任 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自私的行為 顯示員工不適合再在這間公司工作 這次並不是開玩笑 接著這個FreeHK Media就說 收到非常多個前員工和現職員工的消息證實 這件事是真的 說到好像真的很真 我們再看看 一位曾經在那個集團 即是信和 旗下的信和物業管理的前員工 向本台 即是HK M3HK Media 就透露了 就說在7月尾的時間 已經有相關的傳聞 唯獨是員工來職之前 都還沒有一個時間表 員工來職之後 其實原來那個部門 已經每天 需要向公司 申報員工接種疫苗的比率 到底是多少 另一名的現職員工 就向那個 FREEHK Media 就反映說 那間公司強迫打針這件事是真的 並且說現在時辰到了 那個員工就指有關的消息 以及全部的高層都向這些員工口述過 並沒有電郵通知 他的上司並且強調 就說是集團主席王志祥在高層會議的時候 宣布這一次的事件 即是說打針的事件 那個員工就說 由於沒有計劃接種疫苗 預計他自己將會被解僱 也不打算繼續留任 那個報道也說 信和集團近年親中的政治立場比較鮮明 他的主席王志祥和他的大公子王永光 就在2019年年中出席這個撐警的活動 並且在里大圍城的事件 是協助清理集團總部尖沙咀附近的路面磚頭 近日到了政府有多項的谷針政策的集團 也帶頭去支持 包括凡有接種新冠疫苗的市民都可以參加大抽獎 頭獎就是那個集團有份投資的新盤海匯單位一個 價值超過一千萬 現在再說如果在9月底之前達到500萬的接種人數 會價退到一火 即是叫做益街坊 連登就是因為這個報道的反應非常非常熱烈 又說打壓民主自由 又說這樣 又說那樣 又說移民 又說移民 又說不做這間公司 又說怎樣打壓這間公司 但問題是什麼呢? 信和 我經常說中信 信和集團就繼續在8月6日的傍晚時分就說 其實那個什麼FreeHKMedia所說的一些暴動網傳的消息是假的 信和集團說不會強迫員工去接種新冠疫苗 但會要求未接種第一針的員工在9月1日起 每兩個星期就要自費去進行一個病毒檢測 以保障集團裡面工作的員工和客戶的安全 近日連登討論區或者有些媒體說 冤枉他的時候 其實根本不是一個事實 而如果是因為懷孕或者身體不適合接種的員工的話 原來那些檢測費用 亦都可以向公司實報實銷 即是說不是要他特意給錢去搞他們 一定要逼他們去檢測或者要去打針 不是其實是為了安全著想 其實也不是逼他們給多些錢 因為原來不適合接種的人士 原來他們都可以給他們一個實報實銷的形式 希望可以讓他們更健康 在工作環境裡面更健康 亦都可以保障我們的大眾市民 如果身體適合而又不接種的人士 那怎麼辦呢? 沒有的 自己每個星期每兩個星期付錢 電郵裡面亦都回覆 一個傳媒的電郵裡面就說 信和集團的接種率現在已經超過六成半了 更加有些部門是達到非常之高的接種率 認證目前是關鍵的時刻 各位都要配加努力 同時間要保持警惕 如果現在他鼓勵同事去接種疫苗 如果同事需要諮詢醫生之後才接種疫苗的話 在9月25日之前 如果進行接種疫苗之前的檢查 或者打針的人士最高可以獲得600元的健康檢查費用 那就是說如果他是有疑問 需要向醫生諮詢的話 諮詢的費用都是會由集團去承擔的 我覺得這個集團是非常非常之不錯 一直這樣積極地鼓勵 亦都是保障市民和員工 還有他的顧客安全 所以我自己都會選擇一下 如果那個公司是接種率高的話 或者是接種了一些疫苗的話 我會選擇多點光顧這些公司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其實除了信和集團被人擄屈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全香港最大的僱主被人擄屈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政府 連登那裡亦都是流傳說 不只是信和集團 香港政府都是這樣 你不打針的話炒你 你不打針的話不用知道入職了 不用知道做公務員了 這樣 原來就是說 在8月2日之前 即是那天起 每一個星期 政府都要求 沒有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政府員工 每一個星期就做一個病毒檢測 在9月1日之後就需要自費去做這些檢測 沒有打針又沒有做定期檢測的人 如果沒有合理解釋是會面臨紀律處分 那他們就老屈了 其實現在是說要保障一些市民和保障員工的安全 那你很簡單 要不你打針 要不你做檢測 要不你做檢測 這些要求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如果你是不做檢測 你又不打針的話 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 這些也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他們就說到整件事好像很有陰謀論 很有必須要他們打針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黃黃藍藍都打針 你不是還不打針 即是說你黃又打針 藍又打針 只剩下一些不適合接種的人 就可以無法打針 但是問題是你們這班年輕人 如果你身體又不是有問題 那你又不打針 那我覺得你一個 你真的沒有做到一個公民的責任 如果想一起做一個公民的責任的話 很簡單 打針 打針 做好打一兩針的一個工作就可以了 並且還要有獎抽 這麼有著數的事情 為什麼不做呢 公務員工會聯合總會 就是聯合會的幹事 梁酬庭就形容了 政府這個安排是變相逼打針 逼員工打針 又說收到會員的求助 就說有一些會員癡肥 大肚 長期病患 那怎麼辦呢 有些員工又問了 是不是要冒這個險 政府是不是叫做彈性處理呢 其實內部通知就說 以接種一針的員工已經可以豁免測試 而未接種疫苗的員工 就必須每星期檢測一次 都沒有叫你一定要逼你打針 都說你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你不就自己弄一張醫生紙 然後每星期做檢測 那為什麼一定要政府高針 你癡肥 你大肚 你有長期病患 那你就不要打 那只不過是做檢測 這個是為人為己的事情 就算你不是做政府 其他公司都會要求你做的一件事 為什麼又要把政府這件事上綱上線呢 而9月1日之後 員工就需要利用工餘的時間 做一個自費檢測 局方就指已經提供足夠的時間 給員工去接種第一劑疫苗 不應該再利用公帑 去做一個檢測的費用 我亦都認同這個事情 那梁秋庭就說 政府的決定來得很急 很詫異 都不是啊 第一天政府已經鼓勵打針了 是不是呢 那之前政府說 不會逼他們打針了 那為什麼現在又逼他們打針 那政府都沒有逼他們打針 就是他們這些語言藝術是很討厭的 那他就說工會已經呼籲前線的同事打針了 但是室內工作的同事是不是可以鬆一點點呢 疫情現在都受控了 什麼叫做疫情現在都受控了 什麼叫做疫情現在都受控了 他們的健康不適合打針 那他可以怎樣算好呢 那就是他們本身是適合打針的 那就是你本身是適合打針的 那你只不過看醫生就是希望醫生就給一個 叫做不適合打針的證明給你而已嘛 那你是適合的 那醫生怎麼捨得出啊 但是問題是梁酬庭妍這些都說得出來的 那你是否低能呢 醫生都說不寫給你了 那就是你能打的啦 那你都說出來公務員團隊裡面有人特地不打針的 很簡單 他形容這個政府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強制打針 說現在又不打針又要紀律處分 同事是非常非常之大壓力 至於自費檢測這件事就認為對於基層的員工來說 做一次兩三百元 基層的員工非常之大壓力 那就打針了 那就打針了 其實每一個星期兩百元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計算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現在還沒有自費檢測 那當到時要自費檢測的時間 你才害怕 那就是一個月都是八百元而已 一個月都是八百元而已 八百元可以保障你的健康 又可以保障同事的健康 那何樂而不為呢 這些是公民責任 你不可以禁自私 不保障相關人士的健康 所以八百元而已 有多少啊 那你就打針了 你就打針了 流感疫苗 政府都會幫很多的員工去安排 我想再問一下就是 那究竟接種過流感疫苗的員工 接種了所有的新冠疫苗沒有 其實找一找就知道了 那到底他們是否特意不接種呢 不合作呢 和抗疫這件事站在抗疫的對面呢 OK 那這些希望大家都可以留言 就告訴民潔知道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 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